战装呢不是啥站的不动 战装呢关键在于细节 大家好我是太金飞飞 很多的人都知道战装呢养生又健身 都加入了战装的行列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战装呢 往这一站啥啥的不动就可以了 其实不然轻着呢你做的是无用的功 重的呢就会造成一身的臂病 所以说我们战装一定要注意细节 第一个细节就是重心的问题 我们战装呢一定要遵循的是道法自然 重心呢自然就在后脚掌三分之二处 第二个细节呢就是两脚的宽度 那么人有高有地到底是多宽呢 那么就是你的肩颈穴和你的勇前穴相对 就是你的合适的一个宽度 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贵气 那么怎样做到不贵气呢 那就是第四个问题松腰 你把腰松下来了自然也就不贵气了 那么腰到底怎么松呢 那就是第五个问题 好像坐在高板凳上一样 那么你是怎样能感觉到你是坐在高板凳上呢 这就需要呢下收骨道 提纲呢不要刻意的去追求 那样呢会造成疲劳 那么怎么样能做到呢 就是胯根处内收 也就是我们的臀部 以大腿的内侧沿线往里一收 顺势坐在后脚跟上 臀部的肌肉一放松呢 自然就往上卷了 这就是下收骨道 第七呢就要做到寒雄八倍 第八呢两手呢 抱球的时候就好像抱起一个气球 你松了它就会掉下去 你紧了会就会挤破 这个尺度呢一定要把握好 第八呢就是上蹄玉楼 上蹄玉楼你坐好了 你的气自然也就畅通了 你上蹄玉楼和下收骨道 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把这两个做好了 那么你就精神饱满 精力充沛 学习站桩呢 不是你看的往着一站就行了 里边的细节把握好了 你站桩呢才有一个更高的提升 好了今天呢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论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太极拳 庄公 公法一列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